民进党最新竞选广告给台湾一封信高雄版 暗讽国民党2020候选人韩国瑜对不起高雄 民进党籍民代管碧玲甚至认为高雄人对不起台湾是普遍的心情 这一说法引发外界批评声浪 绿营在九合一选举中落败高雄 惊要高雄人道歉是何逻辑 14号蔡英文大动作南下高雄 召开所谓南台湾发展计划记者会 被视为直接向韩国瑜宣战 高雄战场是否将成为蓝绿对决的主战场 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汇林带来全面分析 民进党网军操盘手杨慧如因涉嫌传播假新闻 操控舆论导向被起诉 事件曝光后迅速冲击绿营2020选情 民进党上下全力切割希望尽快止血 蔡英文更多次公开表态 称卡神事件已经过渡 不要再无限上纲 岛内舆认为民进党想要快刀斩乱麻 但绿营丑陋的手段已被公诸于世 外界对民进党的检验才刚刚开始 本周台湾大话王为您呈现 杨慧如网军案如何延烧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天14号表示 朝鲜近期进行的国防科研试验的成果 将用于朝鲜另一战略武器的开发 以应对美国的核威胁 只有美国等敌对势力 停止刺激朝鲜的任何言行 才能安度年底 朝鲜方面的态度为何如此强硬 美朝鲜拿出对话新方案的空间 和可能性又有多大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由独家观察 海峡星干线 连岸看世界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星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台湾方面的消息 民进党最新竞选广告出炉 高雄版的主题是台湾对不起 其党籍名代管碧林加码解释称 高雄人对不起台湾是普遍的心情 引发外界批评声浪 14号蔡英文大动作南下高雄 召开所谓南台湾发展计划记者会 并呛韩国瑜放弃承诺对不起高雄 对此韩国瑜反呛 民进党才是对不起高雄人 台湾 对不起 日前民进党推出了最新竞选影片 给台湾的一封信 其中高雄版内容提到台湾对不起 民进党籍名代管碧林 在当天记者会上做了节目 高雄人对不起台湾是普遍的心情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高雄的主题叫做对不起台湾 但是我都跟我们高雄的乡亲鼓励说 不必觉得惭愧 民进党要高雄人道歉的议题在网络上发酵 台北市长柯文哲13号批评 一个政党选举失利竟然要民众反省天啊 韩国瑜阵营抨击 民进党去年在高雄落败后 不仅没反省20多年来治理高雄 遭高雄人放弃的原因 却反过来质疑消费羞辱选民 称高雄人对不起台湾是多么傲慢可怕 败选都是他们的错 永远不懂反省的民主退步党 眼见舆论延烧 蔡英文14号大动作南下高雄 召开所谓南台湾发展计划记者会 除了蔡英文 赖清德 陈局三人合体外 台行政机构负职负责人陈其迈 所谓政务委员张景森等人 通通一字排开 刻意选在高雄宣布所谓的南方政策 包括聚落 交通 农业 以及观光四大面向 我们以高雄来说 未来的关键的两个发展的引擎 一个是半导体 一个是产业相关的造船 蔡当局政策特别着重高雄 摆明了是直接向请家中的 韩国瑜宣战 对于蔡英文的说法 韩国瑜再度反抢 我们也可以选择放烟火 花几千万 花几亿把烟火放掉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钱 好好的为市民百姓来打拼 我们这一年来 光道路的铺设都快了280条左右 我们做得这么认真 到底谁对不起高雄市民 我觉得民进党讲这个话 完完全全错误 而且蔡英文要很清楚 民进党对不起高雄人 高雄市长韩国瑜去年掀起韩流 在高雄拿下超过53% 合计89万张的得票 2020选战最后力求韩流再起 反之 民进党抗韩流 喊出台湾要赢光复高雄 要凭选票破百万 选战进入倒数时刻 各阵营皆在比拼造势 罢韩社团与台湾激进党等 将在高雄举办罢韩大游行 对此挺韩团体选在同一天 举行高雄光荣周年庆大游行 民进党内近日传出 游行对手出澳部 希望停办或改期 民进党籍民代赵天玲称 很多县市的民进党服选干部 非常担心万一发生冲突 反而影响目前稳定的选情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选前之夜攸关胜选气势 绿营将在高雄 新北 台北举办活动 已抢下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前的 凯达格兰大道路权 蓝莹则预定在台北高雄造势 但包括凯道 台北市政府前广场都没抢到 现在还在思考台北市的合适场地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台北演播室 贺南把时间交给你 好 诗员 本栏目由豪市特约赞主播出 豪市使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同时我们要感谢 月华不秀钢队 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帕生秀用月华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探讨相关话题 我们要请教唐惠玲 唐小姐 我们想和您一起来探讨 就是我们看到民进党 推出了第二支的这个政党广告 那么其中所谓的高雄篇 在播出以后是受到 岛内非常大的讨论 那它的内容好像在传递一个说 是不是高雄人有对不起 台湾民众的这个地方 那么想说一起和您来探讨 就是说民进党会做出 这样子的一个论述 它背后有怎样的一些思考 并且我们来想说 这样的思考它的依据 是不是还是凭借着说 在去年比如说九合一选举当中 民进党在高雄还是获得了74万票 并且输到74万票 从之前韩国瑜的89万 对到那个时候的74万 那么今天的时候 高雄市民的民心走向为何 基本上我要这样讲 就是说你可以从这个 他们推出来说高雄人对不起台湾 这支广告 再从管碧林在记者会里面讲的 就是说他就说这个高雄对不起台湾 是一个普遍的心情 我认为从这几句话 你可以推敲出来 居然敢推出这样的广告 陈如宁讲的就是他输得还不够惨 所以他还普遍存在一种教训选民的心情 也就是说今天民进党选输了 绝对不是我民进党的错 是老百姓跟不上我们进步的脚步 那我就要讲了 我不知道高雄人对不起台湾什么东西 你们民进党在高雄执政二三十年 你们连一个路都铺不好 可以搞到整个高雄 每一次这个只要下个大雨 然后就可以出现那么多的天坑 那么多条道路 你程序到底在干嘛 你都在放烟火嘛 你都在作秀嘛 你都在剪彩嘛 相对于老百姓看到他们这些嘴脸 再加上最近的杨慧如事件 充分明显的让老百姓看到 就是说民进党是一个施政不利 就算了 然后还把罪过全部推到老百姓身上 总之千错万错都是人民的错 绝对不会是民进党的错 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 我认为不会输到两成那么多 有一些选民可能会离开 可是不要忘记了 在高雄是一个县市合并 也就是说高雄县原本的一个农业县市 你看到最近这个民进党倒行逆施 到什么地步 包括云林的花生之乱 包括之前很多的农作物 其实我认为让农民是非常有感的 到现在花生之乱呢 我们看到整个蔡英文的这个农委会 只是不断地推诿 说要收购要保价收购 然后钱不下去给农会 最后把责任推到农会身上 不要以为农民是白痴 不要以为你们掌握了多数媒体 还有南部的地下电台 农民就会一次又一次 看到自己的作物被你们去化 还要含血含泪投给民进党 民进党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 特别是蔡英文会在这个时候 提出所谓的这个大南方的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发展规划 这个代表什么呢 代表他们本身测不出 高雄南部选民的意向 测不准没把握 没把握就干脆再画一个柄 因为这个柄画得越大越好 但是对于韩国瑜来说的话 其实反手就是功嘛 为什么说反手就是功 我觉得这个道理很简单 韩国瑜会问 你这个大南方的这个发展计划 钱从哪里来 预算就是这么的多 那你中部的计划不做了 北部的计划不做了 离岛的计划不做了 钱就这么的多 除非你加税 你就告诉我你要加税 那你要不就是举债 那你为什么只举债大南方 而你大中部大东部大北部 那要不要举债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反手就功了嘛 我们感谢教授的分析和点评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注意到 就是在下周六12月21号的时候 同样的韩国瑜也会回到高雄 重新来举办造势活动 但是也在21号 也有一场是围绕韩国瑜的反韩势力 也会举行一个活动 那么目前的话现在有很多的一些声音 首先绿营内部的话 就有一些民意代表做出了一些表示说 对于可能的这种反韩行动的话 反韩的游行是有一些担忧的 表示说会不会发生一些冲突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和唐惠玲 唐女士一起来探讨的问题 就是说如何看待民进党方面 好像又很想要 但是又有点畏惧的这种态势 我先讲 就是说今天民进党说 以担心会有制造冲突 不利于领先的蔡英文 这个部分来讲我是觉得非常好笑 这个叫什么呢 恶人先告状 做贼的喊抓贼 他说担心韩阵营这边 会出现什么奥宝 在这个两军对垒的时候 因为这个游行 有可能会有晋升的接触等等 但是我觉得从 整个从历史事件来回顾一下 当国民党跟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通常出奥宝是谁 我想这个老百姓已经有公论了 因为最近有做个民调 百分之五十几认为会用网军去黑对手的 是民进党大概占了五十几个percent 会出奥宝的 也是民进党大概占了五十几个percent 第一个你很容易回应的几件事情 包括什么319枪击案 吴敦毅的绯闻录音带 或者是黄俊英的走路攻抓到了 事后都证明并无其事 完全是此虚乌有捏造 可是民进党都可以靠这些不要脸的手段赢得选举 必须要合理的怀疑 其实他们在当天的行动 真的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组织一些什么样的巨码 就是要再黑韩国瑜 或是再黑韩粉一次 所以他们恶人先告状 他们先把这个帽子扣到对方阵营的手上 万一发生什么冲突的时候 就可以说你看这是韩正英 你看我们早就预告了 会有这些奥博 会有这些肮脏的手段 事实上设下陷阱的 跟媒体合作的 通常都是民进党阵营 好我们感谢唐女士 为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还是要和赖月谦赖教授 一起来探讨 那柯文哲就接连不断地去关注高雄的议题 一方面的话又是点到了韩国瑜 认为说韩国瑜可能对于高雄这种负债 有一些为难情绪 那么另一方面的话 又是打民进党蔡英文的整体文宣状况 我们想请教您 怎么去看待柯文哲的这个动作 柯文哲是有意为之 柯文哲他估计 他估计在这一次的选举中 很有可能会三党不过半 他认为民进党不过半的几率 一直在上升 然后他认为他的评估 他认为国民党要超过半数的可能性不高 所以他希望他扮演的是 关键的这个少数的一个角色 因为这个对于他2020年的一个准备 是有帮助的 他要角逐2024年对于他来说的话 他需要有一个政党做一个支撑 而这个政党他一定要拿到一个关键的门槛 也就是提名权 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对柯文哲来说 他很快的就计算 他计算完了以后他发现 他的台湾民众党跟民进党是重叠的 也就是特别是他的支持者绝大部分 当柯文哲不出来选2020年的时候 他知道他的支持者事实上是转移到蔡英文这边 可是他希望他的支持者在政党票这个部分里面 转回来给他自己的政党票 因此你就会发现他在这段时间里面 主攻是在蔡英文 好 所以你会发现他一方面 左手打民进党 右手就打蔡英文 打蔡英文就会让蔡英文他们觉得痛 因为蔡英文如果要反击的话 刚好就形成舆论的焦点了 也就是当他形成舆论的焦点 蔡英文反击柯文哲 柯文哲不出来选 如果他们两个交锋交火的话 那你整个新闻就转到这边来 转到这边来以后 刚好把民众党抬起来 把柯文哲的地位又抬高了 好像柯文哲是准候选人一样 但是绿营的 就是说等于是大绿的小绿的 在打在一起的时候 对于民进党来讲 对蔡英文来讲他又会伤 又会伤他个人的选票 所以你会发现 蔡英文面对柯文哲不断的挑衅 不断的攻击的时候 他都冷处理 冷处理 再冷处理 所以蔡英文 亚巴斯黄连 有苦说不出 好 我们感谢教授的分析点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 交还给福州演播室 世元 好的 谢谢台北演播室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带您来看台湾大话王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元 民进党网军操盘手杨慧如 因涉嫌传播假新闻 操控舆论导向被起诉 事件曝光之后呢 是迅速冲击绿营2020选情 民进党上下全力切割 希望尽快为选情止血 蔡英文也是多次的公开表态 称卡神事件已经过度 不要再无限上纲 岛内舆认为民进党想要快刀斩乱麻 但是绿营丑陋的手段是已经被公诸于世 外界对民进党的检验才刚刚开始 本期台湾大话王带您来看 杨慧如网军案如何延烧 你看看大阪处的苏处长的死亡 是活活被网军给逼死的 所以杨慧如应该勇敢地出来做屋顶证人 全台湾人民拜托 大家一起来找杨慧如人在哪里 9号上午 前台湾中华网协副秘书 台湾体育监督联盟秘书长赵安华 到台北地检署提告 指控杨慧如的一室公司 三年来与保汉公司台湾中华网协 利用举办台湾网球公开赛的机会 已以不时单据 诈领台当局补助超过9000万元新台币 2016年除了体育署补助1000万 其他的5800万那个钱是从哪里来的 2017年2018年是谁下令 每一年都给卡绳5000万 到达5000万这么高的金额的补助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 9号召开记者会 质疑杨慧如有幕后黑手 当杨慧如指示这两个人类群组 特别其中还有一个叫做福特别小组 而当时的民进党的秘书长 洪耀福请问你知不知道 王玉民认为 网军操作模式只是冰山一角 杨慧如背后有台当局闺蜜意识团 而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则拿出台立法机构负责人苏嘉全的亲信 张嘉玲脸书截图 当时张嘉玲邀请杨慧如参加生日派对 两人关系如交四期有如闺蜜 9号当天苏嘉全办公室发布新闻稿称 苏嘉全办公室主任张嘉玲确实有替杨慧如 协调体育赛事经费补助 但苏办强调此举是为了提升台湾的能见度 强化台湾体育发展能量 值得关注的是张嘉玲的丈夫朱才庆 就是蔡英文的随行幕僚 不要再无限上纲了 那苏嘉全院长办公室的主任 我是认得的 但是他在立法院工作 他有他立法院工作的责任 蔡英文坦言认识张嘉玲 据悉两人的婚礼还是蔡英文证婚的 不仅如此 张嘉玲2012年还曾经担任过 台所谓驻日代表谢长廷发言人 如今网军风波越演越烈 却传出关键人物杨慧如 已经离开台湾避风头 他会有据了解已经不在台湾了 好像已经出关了 因为他并没有被限制出境 听说已经出关了 是不是民进党或者蔡政府重放他 我觉得检调必须加快侦办的角度 躲了三十几天过完了等到选举 结果回来以后他再回来 我相信这件事情就会大话小 小话无 蔡英文做了太多违背天理 跟违背道德的事情 13号韩国瑜出席台中市竞选总部 成立大会时 再次炮火猛烈 怒批杨慧如网军案 台湾联合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 台湾民众认为 北剑只办到杨慧如为止 确实是桌小放大远远不足 因为更大的黑手仍深藏幕后 尤其杨慧如旗下网军 常使用台立法机构的网址发文 这是否意味着 已被曝出的IDCC 是绿营网军的共享账号 或者台立法机构办公室 已经沦为绿营网军活动的基地 都是必须迅速查明的事 从杨慧如网军案的线头一拉 短短两天 竟扯出这么一长串 光怪陆离的党政商关系 绿色政治的腐臭让人眼鼻 下一节我们将带您关注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 朴正天14号表示 朝鲜近期进行的国防科研试验的成果 将用于朝鲜另一战略武器的开发 以应对美国的核威胁 只有美国等敌对势力 停止刺激朝鲜的任何言行 才能安度年底 朝鲜方面的态度为何如此强硬 美朝鲜拿出对话新方案的空间 和可能性又有多大 时事评论员苏小辉有独家观察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盖县 大家好 我是诗员 选好钻六贵符全国连锁信任之选 本栏目由六贵符珠宝剧名播出 本栏目由豪氏特约赞助播出 豪氏只用真材实料做好面包 我们来关注今日重磅话题 本周朝鲜国防科学院两次宣布 在西海卫星发射场 成功进行了非常重大的试验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天14号表示 朝鲜近期进行的国防科研试验的成果 将用于朝鲜另一战略武器的开发 以应对美国的核威胁 只有美国等敌对势力 停止刺激朝鲜的任何言行 才能安度年底 朝中社14号刊登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朴正天 当天发表的谈话 朴正天表示 朝鲜对敌对势力的政治挑衅和军事挑衅 对话和对抗都有准备 只有美国等敌对势力 停止刺激朝鲜的任何言行 才能安度年底 朴正天还表示 朝鲜国防科学院近期接连成功进行 具有重大意义的试验 为加强国防力量做出重大贡献 他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从近期进行的国防科研试验中 获得的宝贵数据和经验 以及新技术 将用于朝鲜另一战略武器的开发 以坚定可靠地应对美国的核威胁 据朝中社援引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的声明说 当地时间13号22时41分至48分 北京时间13号21时41分至48分 朝鲜在西海卫星发射场 再次进行了一次重大试验 报道没有说明试验具体内容 声明还说 朝鲜近期接连取得的国防科研成果 将用于进一步增强其可靠的战略和遏制力 此前朝鲜国防科学院发言人本月8号宣布 朝鲜于7号下午在西海卫星发射场 成功进行了一次非常重大的试验 试验的结果不久后 将在再次改变朝鲜的战略地位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另据报道 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13号公布行程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15号起 将接连访问韩国和日本 就朝鲜半岛局势展开磋商 按照韩国外交部的说法 比根将在首尔逗留三天 与韩方官员就近其半岛局势深入交换意见 之后他将前往东京 预计停留两天 有消息称 防汉期间 比根可能将在板门殿等地 寻求与朝方进行接触 但目前朝方尚未就此释放出任何信号 朝鲜方面此前将本月底 设定为美方拿出朝美对华新方案的最后期限 随着年底期限一天天临近 朝鲜近来多次向美方喊话 提醒美方尽早做出决断 采取行动 相关话题 我们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我们看到朝鲜方面近来 是平平地对美市场 一边是不断地在西海卫星发射场 进行所谓重大试验 另一边是高层的口水战 用词非常的犀利 称呼特朗普疯老头 表示要走新道路 让美国自己选圣诞礼物 停止刺激朝鲜才可以安度年底 那朝鲜对于美国的态度 为何会越来越强硬呢 确实呢 近一时期朝鲜半岛的局势发展 以及朝鲜的立场和相关的政策 成为我们关注的重点 似乎呢 朝鲜方面呢 是频频释放出强势的信息 由于美国一拍两散 是朝鲜半岛局势 出现重大逆转的这样的一种走向 但是仔细观察呢 会看到呢 朝鲜方面的一系列的动作 包括他的言行 其实呢 还是在拿捏尺度 同时防止局势出现失控 首先要看近一时期 朝鲜进行的两次 所谓的重大的试验 与以往相比呢 朝鲜这两次试验呢 并没有宣布实验的内容 而在表态上呢 也相对的克制 这样的一种方式呢 一方面是不愿意过多的刺激美国 同样呢 以没有进行实地的弹道导弹 发射的这种方式 也避免突然出现局势的失控 避免呢 进一步的对美方进行刺激 所以朝鲜当前的这种军事的动作 更多的是向美国呢 一种示强 希望美国重视朝方的立场和诉求 以这种战争边缘的政策呢 来迫使美方回应朝方 此前提出的较高的条件 而至于双方之间的口水战 那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 再次以小火箭人 对金正恩相称之后 朝方才做出的回应 是美方做出表态在先 所以这说明呢 朝鲜对于不尽量的刺激美国总统 心中是有数的 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呢 在下一阶段 尽管呢朝鲜方面呢 不断的在对美喊话 但是仍然以一种应对性的方式 强调是美方应该改变立场 朝方呢 才会做出相应的举动 来进行善意的回应 所以从目前一系的动向来看呢 朝鲜目前要的是与美国进行对话 而不是直接的斗争 美朝持续对抗的升级之势 似乎在短时间内是难以缓解了 但是年底 这个朝方所设定的最后期限 就在眼前 美朝之间是否还存在 拿出对话新方案的空间 以及可能性呢 在朝鲜看来呢 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 越来越会投身于 美国国内的选战 那对于特朗普来说 他的对朝政策成功与否 那是决定着他未来 是不是能够胜选连任的 非常重要的因素 但是对他最终能不能胜选连任 不会产生决定性的效果 所以此时呢 美国首先考虑的 还是当前自己国内的一些因素 以及国内的政治斗争 对于美国总统来说呢 当前他的重大的精力 是放在与民主党来就弹劾 进行相关的博弈上 所以尽管呢 朝鲜设定了最后的期限 但是从美国方面来看呢 尽管不希望朝鲜半岛的局势 出现破局 不希望美朝关系出现逆转 但是要美方此时呢 在这个朝鲜的政策上 做出重大的转环 确实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 下面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大家好 我是诗元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下面进入今日关注环节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13号说 政府最快2020年1月下半月 向中东海域派遣海上自卫队 执行情报搜集和海域安全保障任务 日本政府当天在执政党自民党的 议员会议上提出草案 得到自民党议员支持 日本共同社报道 日本政府最快23号 在内阁会议上批准这一派遣草案 海上自卫队任务期限一年 海域限定在阿曼湾 阿拉伯海北部和曼德海峡东侧的公海 大约250名海上自卫队队员 将在为期一个月左右的训练后 前往中东 一艘可搭载直升机的护卫舰 和一架反潜巡逻机将投入部署 护卫舰从启程到抵达目的海域 预期耗时三周 日本海上自卫队任务将独立于 美国所谓护航联盟 另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称 日本政府正在研究配合旨在加强情报收集 向中东海域派遣海上自卫队的行动 向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 派出高阶自卫官作为联络自卫官 通过让美军共享海上自卫队获得的情报 日本也更容易得到美军所主导支援联盟的情报 这对于确保与日本相关船只的安全将发挥作用 向中东派遣自卫队的内阁决定 将规定每年至少一次向国会做相关报告 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连线北京演播室的 时事评论员苏晓辉女士 现在在中东地区有一个美国主导 英 澳 巴林 沙特等国加入的所谓护航联盟 还有一个是由法国牵头的欧洲海湾护航联盟 独立于美国的联盟 但是彼此之间将相互协调 如今日本是即将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了 也表示说将独立于美护航联盟 那么作为美国的铁杆小弟 日本又有怎样的算盘在打着呢 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 日本是美国的地区重要的盟友 在近年来是希望加紧与美国之间的关系 来凸显日本在地区政治安全事务中的重要性 进而服务于日本长期发展的政治安全目标 所以此时与美国翻脸并不是日本的选项 包括近一时期 伊朗的总统即将对日进行访问 此前日方也与美方进行过沟通 要美国大哥点头 这是日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动作 所以此时在日本与伊朗进行接触的过程中 以这种向中东派遣自卫队的方式 来回应美国的中东政策 成为了双方之间达成妥协 最终实现共识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条件 但是同时日本也保持着自己的底线 一方面对日本来说加入美国的护航联盟确实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项 加入美国的护航联盟可能会为美国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风险 甚至被卷入战争 这是当前的日本国内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动向 所以日本选择单独行动 某种程度与美国进行立场的划分 这也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 而另外对于日本来说 当前的这样的一种动向 也与日本修宪扩军的整体的长期的政策的目标是相符的 让自卫队更多的在海外出现 来实现日本在这个地区安全中的一些角色的提升 也是日本当前政策动向中 他认为对自己有利的一个因素 所以日本的这样的一种动向 这样的一种小算盘 其实背后应该说考虑到了多重的因素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走钢丝的状态 好的 谢谢苏晓辉女士的分析和点评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节目365天 带您直击新闻现场 欢迎您锁定每天五间播出的海峡五报 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 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 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 官方客户端海波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同一时间